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俄罗斯在中东的代理国和长期与美国对抗 已经违背了美国在中东的利益 这是川普要对叙利亚发起新一轮攻击的主要原因 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就是在习近平防美期间 川普在宴会的时间 他命令军队对叙利亚巴士政权的军事设施 发射了60枚巡航导弹 当时对习近平的警示意味十足 据有关人士分析 一个方面敲打俄罗斯 洗刷川普亲俄罗斯的传言 另外一个方面也是给习近平看一看 就是说是他很可能在朝鲜问题上 他也会采取突然袭击的这种态度 当时习近平表示支持 这是川普在外交和军事上的出战告捷的一次小的胜利 但是现在川普的美国的海军 依然准备对巴士政权实施打击 我认为他关键的原因 就是要一个彻底打掉俄罗斯在中东的桥头堡 第二一个也是要让俄罗斯知道 美国是会动真格的 他对俄罗斯要采取一种严厉的打压政策 第三一个 他在叙利亚这个问题上的态度 主要他这种做法 就是要试探一下俄罗斯的态度 一旦俄罗斯在他的亲密盟友 他中东的代理国受到彻底毁灭性的打击以后 他采取隐忍的态度 那么川普几乎就可以肯定 在他对朝鲜实行军事打击的时候 俄罗斯就不可能再出头了 这是美国在巴塞政权上 这个问题上他采取的态度的分析 下面我们看 美国在中东他不仅要对巴塞政权 采取军事行动 同时他也对中东的战略平衡 采取了不同于奥巴马时期的这样一种政策 在川普上台以后 他外访的第一个目的地 就是萨特 他访问萨特 提取了一种内外一时两鸟的这么一种作用 对内可以洗刷他反穆斯林的这种政治传言 对外 也就是说对中东地区 他可以平衡中东地区的战略方面 对美国不利的这种局面 我们知道 在伊拉克战争以前 中东地区就是有两亿 也就是说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相互平衡 美国从中余力 但是在伊拉克萨特姆政权彻底灭亡以后 中东已经出现了伊朗一国独大的这么一种局面 而在奥巴马时期 他对伊朗实行了绥靖政策 对他的核武的发展 增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也采取一种缓和的沟通的这么一种政策 而对萨特这样一个海湾的大国 伊朗的那个近邻 又采取了一种打压的政策 但是川普上台以后 他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 他这次去 这次那个首轮出访 他到萨特 就是说是一个是和中东的穆斯林各个国家 进行友好交往 他通过一个峰会 在这个峰会上会见了很多穆斯林 中东的国家的领导 另外一个方面 他加大了对萨特的军兽 仅仅这次去就答应了 1200亿元的军兽 他准备武装 让萨特代替原来伊拉克的角色 与伊朗抗衡 从而达到地区 地区在美国利益的一种保障 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小小插曲 在川普离开萨特以后 很快中东海湾地区的九个穆斯林国家 就和海湾的一个小国卡塔尔断交 卡塔尔断交 美国的一边也帮着劝说 事实上这些国家是执行的美国的旨意 他对卡塔尔 打压卡塔尔的原因 断交的原因 主要是卡塔尔和伊朗有联系 海湾国家组织认为卡塔尔背叛了他们 而且还也认为卡塔尔和埃及和中东的一些恐怖组织有联系 很快卡塔尔就被孤立了 被孤立后的卡塔尔 他没有采取一种导向伊朗 或者拉拢他的土耳其的这一边 而是对美国采取了一种表忠心的态度 就说马上向美国购买军货120个亿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这个川普的外交政策 他纵横北河 很快就把中东的这些国家给搞定了 这样就是 这些国家现在团结起来 要对抗的就是伊朗和巴适政权 另外一个就是伊拉克现在的政权 他在这些方面以后他的态度很值得玩味 关键的原因就是尽管伊拉克现在是和美国的关系表面上比较亲近 但实质上由于萨达姆之后 这个伊拉克建立起来政权 它是一个什叶派的政权 他和伊朗和叶利亚的巴适政权 他们都属于什叶派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他就心头有一种总有一种担心 在把以萨达姆为首的逊尼派 在海外中东地区的逊尼派打压下去之后 伊朗 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逊尼派 一旦他们联合起来 将优势对美国的一种重大的威胁 所以美国不愿意让他们联合在一起 所以一方面他们支持那个库尔德工人党 美国支持库尔德工人党 另外一个方面他通过萨特 通过海外国家来制衡什叶派 就是说海外这些国家主要是逊尼派 他来制约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 现在所以这我们就可以看出了 这个目前美国在中东采取的政策 就是拉一方大一方的这么一种策略 当然卡塔尔和美国的关系 他我们用一个中国原来的那个说法 他就相当于一种人民内部矛盾一样 轻轻的拍你一张 让你醒悟 很快就站到美国的一边 不要继续跟着伊朗和巴塞政权走下去了 然后美国准备集中打击的 就是说是一个是巴塞政权 希望尽快推翻他 另外一个就是对伊朗的政策进行调整 我估计下来就可能会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 尽量让尽量就是说是把俄罗斯的实力排挤出中东 当然俄罗斯在中东和美国角力也很厉害 我们现在这样看一下 就是川普这段时间 他对中东采取这种紧锣密鼓的措施 这种外交和战争准备 他下来的主要大方向 服务于哪一个大目标 我认为主要是服务于解决朝鲜问题 解决朝核问题 他不希望在啃朝核这个硬骨头的时候 中东地区又给他添乱 在朝核问题上 这段时间大家听到的比较少了 似乎川普对金正恩无可奈何了 但我认为像美国他在这方面 他已经没有再拖延的资本了 美国现在刚刚通过了对台湾的军售 制裁中国丹东的银行 这其实是明摆着和中国已经关系 因为朝鲜问题和中国的关系也要撕破点了 前一段时间习近平访问美国以后 川普和习近平形成的这种友好的兄弟般的关系 肯定就要结束了 美国现在应该是已经面临着 对朝鲜进行一场战争的 战前准备 而这个准备在中东地区 就有这一方面的表现 在亚洲地区就主要也体现在 台湾问题上 对中国银行的制裁问题上 现在我们可以 我们运势 美国肯定在试探完 中国和美国以后 他会对朝鲜 采取一种疾风暴雨式的这样一种行动 当然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希望朝核问题能够和平解决 但是 现在在和平无望的情况下 美国对朝采取军事行动 恐怕是难以避免了 好 今天的话题就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